本地一家建筑公司EC Builders 因为安全措施不足 导致一名建筑工人2019年 从高楼摔下后严重受伤 被罚款17万元 人力部文告说 事发当天 EC Builder的一名建筑工人 在高地检查和宁颈工地防坠绳索 他在过程中没有系上安全绳索 就走上了钢筋 结果不慎从12米的高处 失足摔落 他之后在医院被诊断出 出现了创伤性的脑损伤 人力部过后对事故展开了调查 发现EC Builders 没有确保工人接受相关的培训 就让他检查防坠绳索 事发当天 公司也没有确保工地工厂 现场有负责的人 监督工人的操作过程